補充一句 那個 有形的財富 與無形的財富 為一個結論 有形的財富 會讓 團體 大家 國家 家庭成員 分崩離析 有形的財富 那反之 相反的話 無形的財富 會讓 家庭凝聚 謙讓 咦咽咽咽 對不對 你把這些 這個 聖賢的標準 全部拿出來 每個人都有講謙讓 每個人都 這個 就慾望不要太多 然後每個人都 咦咽咽咽 因為我弟公父慈子孝啊 對不對 會讓大家凝聚 對不對 有形的財富啊 會讓大家 分崩離析 分散 對不對 你賺錢的手段 你永遠都 都永遠賺不賺也賺不夠 對不對 你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媽媽會讓自己的小孩 有分分爭嗎 我媽媽我生了三個小孩 四個小孩 五個小孩 一定希望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 你要有一個方法 你如果老是追求那 有形的財富的話 家庭不會和睦 各種手段都可以賺錢 賺的永遠也不夠 對不對 而無形的財富啊 可以讓家庭 凝聚 都清讓清讓清讓 對不對 然後共同遵 遵循一個 領袖 這家庭一定凝聚的嘛 是不是 而啊 有形的財富啊 怎麼講 你不要 你不要一直 這個欲求不滿 你錢只要夠用就好 對不對 你只要夠用就好了 你媽媽會讓你餓著嗎 是不是 當前提她是個好媽媽 對 對 你媽媽還要讓你餓著嗎 對啊 我結論出來 有形財富與無形財富 有形的財富啊 會讓大家分崩離析 而無形的財富啊 會讓大家有凝聚心